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只是说了一些大家的疑问 而先有的问题也处在这个阶段 还是卡在KVC 那所以这段时间派的一些进展 和派项目的一些信息 是没有太多来源于官方的 那好 在没有更多的官方信息的时候 我也有在关注国内的社区 就说国内的数据是31万美金的支持者 占据80%以上 那有时候我再回过头来看 我说既然有这么大的一个人数群体 那么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去觉得 达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是错误的 是否是我们的理解程度没有那么高 而没有去意识到31万是未来有可能的 那所以我就去更多的了解 这些31万群体 他们所对于这个派价格的步道和富能 他们对于价格的讲解和对于价格的理解 当然我也说过我并不是说反对31万 我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很长的一段时间 可能达不到这么高的一个价格 因为31万美金对标成人民币的话是200多万了 是210万了现在的一个价格嘛 那如果说在短时间能达到这么高的一个价格 它必定是完成了一些质的飞跃 而并非是我们短短的社区里面的一个抑护 如果你仅靠社区里面的民众的力量去抑护呢 显然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我就多去听了一下 这些31万美金的这部分人的一个步道 他们为什么能够去支持到31万 而且说到易人延迟 那么我也想去提高一下我价格的这块认知 因为我知道在技术层面 或者说在于这个派的理解层面 我应该也是理解的差不多了 但有时候在谈到价格的时候 人家还是会说你的段位还没到 你对派的理解还不够深入 所以说我也想从价格这方面再去深入深入 就去了解到关于派的一些步道 那么这里的话我大概听了一个小时左右 那么不同的31万的领导者的一个话题 那么他们不同的人对于31万的理解 那这里我总结一下 他们提到比较多的是31万美金的话 要支持这个价格并非是实体的 就是我们这些个人的一个支持 他们普遍的理解的31万美金的支持 是由国家行面的 就是说从个人层面跨界到了国家层面 那么这31万按照个人的意愿去做的话 就是我们每个人拿了那么的币 全球的币量呢 大多数的都是我们矿工去拿的的 那每个人都有很多派币 那如果说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币 都拿去进行交易的话 那你能不能支持31万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早在之前也是讲过的 那支持31万币顶是化开了 我们这个矿工人群 跳跃到更高层次的一个贸易结算 那么这个贸易结算 必须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 那么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说比如说A国家 向B国家进行贸易 进行贸易出口 那么B国家呢 因为现有的一个结算体系 是用了美元 那么他们呢 就必须去绕开美元 通过其他的币种 而现在市面上最多的一个币种呢 也就是说大家能公认的认可的币种呢 是美元 那这些想要去跳过美元结算的 这部分国家呢 他们就会用到派币 那如果说派币按照的价格 还是6700或者是314美金 那这样的一个结算体系的话 就是他们会用大量的派币 才能进行一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 因为全球那么多国家嘛 每个国家之间肯定都要进出口 那么进出口的时候 我们派币数量 总的数量才1000亿 那么1000亿的数量 我们现在挖出来也非常少 所以说按照我们现有的这个数量去讲的话 如果说你按照 对标几美金 对标3144美金呢 那远远是不能去承载于国家之间的贸易的 那比如说他们举简单的例子 进口食物 那么进口这个武器 还有对于制造业的一个进出口 那么这些当中呢 都进行了大量的一个资金的需求 而这部分资金需求呢 很大可能的就是说 将美元呢 转化成派币 用派币的支付呢 就能去打破这个美元的霸权地位 那么打破美元的前动力 这些动力呢 必须使用我们中国派友去进行赋能 那尤其的是可以看到说 这部分对于31万不到的这部分派友 还有很多的认为呢 就是说派币肯定是会取代美元 那么我们呢 也会拿派币去收割美元 去收割美国的一个财富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循环之下呢 基本上就可以圆得上 31万美金的一个梦想 因为31万美金不再是作为一个个人的买卖东西 去作为一个交易了 而是作为国家层面的一个交易 并且在世界的范围里面去流通 流通的时候 将美元呢 进行剔除 转化成派币 我相信有的老派友 也看过我以前其他的节目 就是关于 美元的一个和派币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呢 可能是有一点阴谋论 但是也不实施为一个 其他想法的出入 那按照我们现有的这个情况 如果说大家在国际之间的贸易 还是按照传统的以美元结算的话 那么派币是不是有达不到31万 我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 那如果说是派要大于31万美金 或者说等于31万美金 它必须成为全球的一个流通货币 大家的大宗商品交易 还有就是购买出口进出口都要用的派币 那么现在派币的主要市场是谁来统领的 那就是美元 所以美元和派币呢是势不良力的 那么把问题具体写出来就是 一 美元和派币呢是势不良力的 不能去相等到 二呢 国际的贸易结算呢 必须要剔除美元 那么第三呢 太币在接管国际贸易 所以说我们理解出来就是这三点 那么这三点如何去达到呢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剔除美元 因为剔除了美元之后 美元没有在世界上进行流通 其他有找不到更好的代替货币 那像欧元日元还有人民币 他们呢占有的份额还没有美元那么大 加起来还没有美元那么大 所以这些呢也不能作为一个替代品 那这个时候呢必须是由派来替代 但这个为什么会由派来替代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呢他们觉得这个派呢 是外部3.0的入口 而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机遇 当然这个东西经不起太过的一个推销 因为里面有很多悖论 那么等一下这个悖论呢 我也会把它简单的去讲一下 那首先说一点就是 为什么美元被踢除了之后 非得是派币去进行一个支付交易呢 大众商品的交易呢 相比派币承受的币种有没有 比特币是吧 以太坊 还有等等等等的其他的币种 当然这两种币种呢 大家都有诟名 就是说结算的速度不够快 那么需要花费很久的时间 但你知道作为一个国际贸易结算的时候 它不需要你太快的一个交易 它不需要我们人与人之间 你走完之后我找不到你的 国家与国家之间签订协议之后 它其实是可以通过 你把这个币呢转过去了之后 完全收到之后才给你发货 或者说是你把货发给你之后 你后面转了账之后 慢慢的等这个矿工的运算 然后最终必到达这个国家 那当然在国际贸易的结算呢 我不是太清楚 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我至少知道 那么这个速度呢 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而是这个东西 它有没有价值 能不能在世界上被认可 而作为一个通行 如果说美元被抛弃了之后 派币怎么能为世界上的人去通用呢 怎么能让世界上的人去认可呢 首先世界上的人认可 我们知道全球的派的先锋 有三千多万 作为一个全球的贸易的结算来讲的话 这部分人真的是非常少 另外少不说 我们还要让去国家层面去认为派呢 是有价值的 那这是这一块的问题 那么第二块悖论哈 这个悖论的问题呢 就是说美元是作为现有的国家体系 去进行国与国之间的交易 那这个时候派币出来之后 美元是支持派 还是去让派去代替它呢 那么我们当然在这里 按照传统的思路去看的话 就正规的思路 正常的思路去看 不带任何英文类的思路去看的话 派币想要去代替美元 美元是世界的霸权 作为一个霸权 我当了太久的霸主 我当了太久的第一名 你一个小小的起来的东西 你就想要代替我 我肯定是不行的 我肯定是不让你代替我的 这个是正常的人都知道 就相当于是在吗 你在吃一碗很好吃的饭 这个时候有人来 想把你的碗给你端走 而这个碗呢 现在是属于你的 你觉得你会给它吗 是吧 这显然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这呢 就存在一定的悖论 那么第二一方面呢 就是说 美元呢 是由美国的联盟政府 所管辖的 而派币呢 是在美国联盟政府的 管辖的范围以内 所生产的 这东西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 同属为美国联盟政府的 那么 美元呢 是属于美国联盟政府 直接的儿子 就相当于他的亲属 是他执席的 而派币呢 是属于 在美国联盟政府下面的 平民 去做的一个东西 你觉得 他会倾向于是 美元 还是倾向于派币 这是一方面 首先你威胁到美元的时候 就其实就威胁到 美国的国家安全 那作为国家安全的 这个涉及到 以后国家的 整体的衰亡程度 的一个指标 那么他会把这么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轻轻松松的给让出来 轻轻松的让给派吗 这显然不大可能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派币呢 拿过来之后 收割美国的经营阶层 而美国的经营阶层呢 很多都是从政的 就相当于是 我们现在拿着派币去攻打美国 把派呢 作为一个经济武器呢 去攻击美国 我觉得这不大可能 那当然在这里呢 我并不是说 抨击这三十一万的 这个理论不成立 我也不是说 不支持你们喊三十一万 也不是说 向你们泼冷水 只是说我们从 你们的这个 步道的这个过程中呢 看到了中间有漏洞 而我提出了 这样的漏洞之后呢 那至少说 你下次再进行步道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这些漏洞给补齐 然后再讲出来 让别人更加幸福的 一套理论出来 那么这呢 更多的是为派的三十一万呢 其实是天砖加瓦的 而是为你们去做 更好的一个基础道 那如果说让派成为 国际贸易结算 还有没有其他的途径 或者说 有没有其他的异想空间呢 我相信是有的 那这个情况就会改变 像我们现有的一个 民族情绪的情节在里面 就是说 不要想到派币呢 去打败美元 不要想到派币呢 去攻占美国 而这个时候呢 你要顺着阴谋论的角度 去探讨它 才能探讨出派币能够代替美元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前面的一切 抛开不谈 重新谈一套理论 那这个理论 我以前所谈过 就是指 三十一万美金呢 它成为派币的前提 就必须是要代替美元 是吧 成为国际结算贸易体系里面的一份子 并且呢 是成为一个绝大部分的 那派币等于美元 那就必须是派币和美元呢 是一家 那我们知道了派币和美元呢 它确实是一家 都是在美国嘛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角度去看 现在的派币呢 它是由财团 后面很大很大很大的财团 有可能是国际财团 有可能是美国国家层面的财团 因为知道美国的国家的联邦政府 那些银行机构啊 等等的 都是由这些财团所成立的 那这个派币 会不会是由这些财团 去资助的呢 因为派币呢 尼古拉斯团队 也没进行过公开的融资 那么他们花费了这么多钱 是哪里来的 我们就把它归结为 是美国的财团呢 去支持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 这部分支持的财团 也是加入了传统的一个银行体系 就是金融体系的 那么他们发现呢 现有的这个美国的银行呢 进行不断的市场上的放水 或者缩水 他们对这种不太满意 那不太满意之后呢 因为派币他们也有掌控 那么这个美元呢 他们也有所掌控 也发现了美元 在现在的美国的联盟政府的带领之下呢 是慢慢的信用越来越低 那么随着不断的印钞 然后放水 然后再进行加息 很多国家呢 都深受其害 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 对于美元的信用 进行降低之后 产生了信用危机 那我先讲过派币的信用危机 是吧 如果说一旦一个币种 或者说一个国家 产生了信用危机之后 那么他们必然会转移目标 那这个时候 美国的后面的这些财团 发现了美元 逐步在降低它的影响力 他们这个时候呢 必须得找出一个代替品 那么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 来代替美元的存在 而实际的掌控呢 也是由他们所掌控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们同时也资助了派 那么派币由他们的一个资助 那么让派币呢 进行提升它的影响力 在国际上提升它的影响力 那么随着未来时间 派币是公开性的主要之后 美元的影响力 逐步的降低之后 这个时候 这些财团 或者说这些政客 这些经营阶线呢 促使逼迫联盟政府承认派币 当承认到派币了之后呢 美国第一家去承认 使用派币来进行 国际贸易结算的支付 因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体系体量嘛 它是最大的 所以说它一旦成立起来 它一旦承认起来的话 很多国家会被迫了去接收它 那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都去被迫了接收派 然后加上国民的一个输入 普通全民的人的加入 那这个时候 小中商品先在市面上面去流动起来 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结算 也在从中利用起来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易量非常的大 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到大量的派币 显然派币的数量 总的数量就只有1000亿 而且很多呢 已经被锁上 那这个时候 我们拿到比较少的派币 要去购买到比较高的物质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就只能赋予它更高的对标价格 那这个时候对标成多少钱 可能会对标成31万美金 也可能对标成100万美金 那就按照这个汇率去进行兑换 那这个时候呢 派币就成为真正的一个币种了 我们和它之间的一个兑换呢 不能称之为是一个对标的 而是称之为是一个汇率 那么美元对于派币的汇率 就相当于一派币兑换 31万4159美元 这呢就是它的汇率 那么再转换回来 对标人民币呢 就对标的是210多万 多少多少多少人民币 那这个时候 我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 一个贸易体系结算 就算成立了 所以说你像成为31万美金的 一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 贸易体系的结算呢 仅靠我们在这里 支持喊嘴里面去异想 是达不到的 必须要接受美国国家的 一个支持 而接受美国国家的支持的 前提条件下来 是必须美国同时拥有 派和美元的掌控权 那当派和美元 同时在美国的掌控权之下 你说你拿着派去收割美元 然后让它成为中国 对未来其他国家的一个收割 或者说是对于其他国家的 一个贸易结算的时候 你觉得可能吗 是吧 所以说这个理论呢 我们要去讲通的话 你必须得去承认美元和派呢 是有一定的同理性的 那么他们两个溯源下来 是一个同中的产物 那所以今天我就在这里总结一下 我现在有的国内的 31万体系的理论者呢 这部分人的一个讲解呢 和他们的一个步道呢 我并不认为他们把它给讲全了 我也并不能听到他们的一个讲解之后 我就认可他了 因为我还是发现了 他们对于31万的理解呢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漏洞 所以31万美金等于一个派币的 这个价格理论呢 目前来讲 我还没有找到一个说服自己的一个理由 那好 以上的分享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的分享 其实它并不代表我这个分享是对的 那么很有可能他们的讲法也是对的 或者说你有更好的一个看法 或者说更大的一个思维程度 更大的一个格局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让我知道 那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